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火热的节目是五七金钱棒 2017年 当他被重金挖到上海 以及因众所周知的原因中断返回台湾后 其继续录制的节目的名字也仍然叫金钱棒 相信关注杨世光的人并非都对财经感兴趣 因为有的人喜欢看他的新视野胜过看他的金钱棒 杨世光是个感性的人 他多次在公开场合红了眼圈 但在新视野里 他犀利的虎狼之词 让他老司机的本性暴露无遗 他对政治生动的比喻 对政治人物辛辣的讽刺让人印象深刻 其实杨世光的政治经历比较简单 他1992年加入国民党 后来转到新党 先后担任过青年团团长 全委会委员和新党秘书长 杨世光也竞选过市议员 还得到郁慕明赏识提名参选国领导人 但基于岛内政治现实 除了些微提升统派的能见度 自然没有更多斩获 杨世光是岛内少数公开支持两岸和平统一 即实行一国两制的公众人物之一 他的政治立场 对两岸关系的认知 与他的家庭环境不无关系 提到杨世光的家庭 先从他的爷爷说起 杨世光的爷爷杨紫园 是山东籍有名的武学家 他六岁丧父 从小自练拳脚功夫 继而拜师 西德排功 唐王拳 秦拿手 少林拳 太极拳 孙并拳等诸多拳种 并曾受益于燕子李三 曾获大陆时期 全国国术比赛拳击组第一名 与台湾前防务部门负责人高华柱的父亲 是结拜兄弟 在九一八事变前 他出任青岛国术练习所所长 后来参军入伍 升任团长 1949年率领部队从基隆登陆台湾 杨世光的奶奶王熙玲 祖籍山东诸城 在家里四姐妹中 排行老大 其侄子是台湾前空军总司令 参谋总长王淑明 王熙玲小时候在东北长大 求学时回山东 在清朝大学市刘雍 刘罗郭老宅 其孙子家住了四年 1943年嫁给杨子元 随夫牵制高密 1949年 全家老少跟着杨世光的爷爷 到了台湾 到台湾不久 杨家购置的 多套房产 土地 包括在松山的三千多平土地 均被其岳父败光 逼得杨子元夫妇 差点走向绝路 杨子元夫妇 有三子一女 杨世光 父亲杨浩 台航老大 1944年 在山东诸城出生 她原名杨维俊 从小精通太极拳 太极剑 太极棍 曾在台湾省运动会获奖 她毕业于政战学校十四期 长期在军中任职 在军中时 杨浩参与办理李毅夫事件 她是与李毅夫夫人 直接联系接触的人 李光耀秘密访台时 她曾负责接待 安排其观看京剧将相和 而发掘周杰伦的杨俊荣 也曾是她的部下 杨浩1983年晋升上校 曾任总政治作战部 五处首席参谋 1988年 以金房部 后职部 政战主任退伍 杨浩有不少传奇经历 在多方面都有建树 她是香港中华医学院中医硕士 香港中医师工会 永久会员中医师 美国自由大学中医博士 哲学博士 先后创办过多家企业公司 工商团体 如乐群书局 新商会等 出版发行了不少的书籍杂志 她做过青岛啤酒台湾总代理 曾担任黎阳岗和好博村竞选顾问 更是享誉集邮界的台湾知名集邮家 杨浩八岁开始集邮 其漫长的集邮生涯获奖无数 她收藏邮集200余部 多部荣获世界邮展文献类最高奖 她的藏品 不乏价值连城的历史真品 其中有一枚邮票估品 估价就一个亿 杨浩图身两岸 集邮事业文化交流多年 多次受邀到大陆参加主题展 如澳门回归等 是最早从事两岸交流的人士之一 她很早就赴大陆郊游 几乎游遍整个大陆 还在广州和澳门住了17年 在1991年 她就拜业过中山林 也参观过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的故居 她与不少红二代 毛泽东的御用摄影师 甚至以前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等 大陆的文化界人士及官员 多有往来 正如杨浩自己所言 在两岸交流的历史潮流里 她曾站在最早最高的浪尖上 而杨世光的母亲刘英章 是心理学博士 其弟弟做过康师傅副总裁 她身在空军世家 妇女都曾在空军服务 后来杨世光也是在空军服务过 刘英章与杨浩1970年结婚 两家人脉甚广 两人婚礼时 连嫁机叛逃台湾的邵西宴 高佑宗也有出席 他们婚后育有两子一女 杨世光台行最小 有两个儿子 杨世光的姐姐 据称是科技界新贵 杨世光家的亲属之中 多有在海外置产或定居的 其二叔杨维杰 是董世奇学针灸传人 北京大学哲学博士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博士 美国中西医科大学 医学博士 中山大学博士后指导教授 很早就定居美国 杨世光姑姑杨秀兰 也居住在美国 杨世光的爷爷奶奶 前些年在美国高受去世 杨世光的小叔杨振元 曾长居上海 其儿女也有 在美国购置别墅 杨振元就是杨世光 唐妹金汤丽杨卓恩的生父 有一子两女 杨卓恩战小 是95后 曾就读上海交通大学法律系 其母亲邓芳希 是引领资本合伙人 曾任中国最大的 第三方理财资产管理公司 洛亚财富首席财务官 爱奇艺和中芯国际副总 她在婚后 成为百度副总裁 爱奇艺总裁的夫人 杨卓恩父母的经历和背景 是杨卓恩自中学开始 就在上海接受教育 造就了她与岛内同龄人 不同的思维 而杨世光到广州上大学 应该也与她的父亲 在广州的经历有关系 她对两岸的认知 更是受长期 智力两岸交流的父亲的影响 可见 即使家庭环境 不一定能决定人的思想 但父母对孩子 人生轨迹的影响 却是无庸置疑的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